在台灣的中心有個地方 經過921大地震的摧殘 山林顯之滄桑 而在這個中心的山腰上 有座千萬人的心靈衣龜 彷彿他們生命中的挫折 在那兒重新淬裂改變 綿延岸山 萬象俱收 征佛宗 台灣雷藏寺 雷藏寺位於南投縣草屯鎮虎山山路 由四座主建築所構成 分別為大雄寶殿 西方苑 左廂房和右廂房 在大雄寶殿的回廊 建材採用巴西進口的花岡石建材 莊岩堅固 大雄寶殿內挑高七層樓 約500坪 有四根金黃色的虛迷籠柱 地板鋪設西班牙進口 閩黃色特級玉黃石 所供奉的阿彌陀佛 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 菩薩精身高三十二公尺 是全國最高的室內西方三聖佛像 大雄寶殿莊重肅木 信徒在殿內前程核實的祝導 他們始終相信 在這裡他們的生命有了新的意象 台灣雷藏寺是道顯密合一的道場 由連生活佛俗名盧聖燕所創立 二十多年前連生活佛親自確認草屯角一地是極確 適合新建雷藏寺 信徒們便出錢出力共同捐建 並推展中國真佛宗密教總會成立 雷藏寺建設過程被極艱辛 歷經十多年的設計新建 更歷經九二億天災的嚴苛考驗 終於在2007年完工落成 而支持者信徒們硬立不搖 堅信真佛宗的信念 就是來自於連生活佛帶給他們的感動與開示 讓連生活佛在台灣有個宣揚佛法的場地 也讓弟子能跟隨連生活佛的腳步 實修實證真佛密法 你從哪裡來 跟你一樣 我是誰 好 我就是你 我沒有名義 我甚至連生命也沒有 我就是在做 這個以我的菩提心 在行我的佛教的事業 我用菩提心在行我佛教的事業 所以我任你打無所謂 媒體盡量你要攻擊盧師尊盡量 我無所謂 為什麼 我沒有名義 連生活佛在西雅圖 自比是一名流浪的作家 寫作與修煉相輔相成 他說越是修煉靈感越多 他周遊列國弘法之時 印證了釋迦摩尼佛的開悟 實修完全解脫自在 傳授真佛密法 也因此 他將佛理與生活智慧 繪整成册 至今已出版200多册的佛學文集 將佛法融入現代人的日常生活中 我的精神就跟我的寫作一樣 毅力一直往前走 我的寫作就跟我的修行一樣 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我知道人生就像做夢一場 那麼我們在這個夢裏面要佛得更精彩 我們佛做一天就是要快樂一天 佛做一天就是要修行一天 佛做一天就是要感恩一天 任何一個教派教法其實是殊途同歸 都是為了讓自己讓身邊的人更幸福快樂 只要信仰正當的 無私奉獻的宗教 人生的苦難也都會變得有意義有價值 今年是牛年 那麼牛年呢 在密教裡面有大威德金剛 大威德金剛 象徵他本身的法律 以大威德金剛的法律 來祝福大家 增加福分 增加智慧 洗掉所有的災難 家庭圓滿 一切的惡運全部退散 這是台灣雷杖式的祝福 在2009年的第一天 我們相信 在雷杖式的祝福之下 我們將會有崭新的一年 我們將會有崭新的一年 在 按開啤詞 無創事 對 機交 謝謝 鼓搭y